你别告诉我 别笑 你花两百块钱买的 妈 干嘛呢 儿子 我儿子犯什么错了 你让他给你跪下 没 没 没犯错 我们俩都是自愿的 自愿下跪玩是吧 对 就是玩 我跟你说 金波 你记住了 一个大男人不管干什么 都不能跪下知道吗 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给女人下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 咱不能随便跪 知道了 我跟你爸俩打一辈子 我都没让他给我跪过 最多我就拿小枝我扎他 你凭什么让我儿子 给你跪下 我问你他犯了什么错 到底呀 什么错也没犯我 我拜师 对 当你师父 他哪儿子 他写小说 写得挺好的粉丝比我多 我就让他 传授几天的 行了 你别为了 太老婆在我跟家扯这套 谁信呢 他那本事我还不知道 行了 你俩赶紧别闹了 以后不许这么闹啊 行 知道了 赶紧回去 行 妈走了 你俩人开心玩吗 快开心 赶紧赶紧去吧 那个你姐呢 姐 姐上班去了 那我也回去了 啊 喂 妈 那个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啊 就是那个 那无所谓啊 千万不能见他 知道吗 知道了 我就医院加两点一线的跑 哪儿也不去 行了吗 那也太极端了 也不是说哪儿都不去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 有些人也还是可以见的 比如说那个 李莎 还有什么事吗 另外啊就是 你有空啊 你还是劝劝那弟媳妇 赶紧出去找工作 不管干什么都行 赶紧在我眼前消失 真是瞅着眼韵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会找朱莉亚的 拜拜 谢谢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 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单独出来过了 你看 你成了我弟媳妇 我要再把你当好朋友 都有点心理障碍了 我也是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哪有以前朱莉亚的风采啊 别再写了 你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不是谁都可以做作家的 你看看你现在熬成这么瘦 再熬几年你就成黄脸婆了 到那个时候 我弟弟就把你给甩了 姐 哪有你这样说话的呀 不过也是 你看我写的头发都掉了好多 可是我都这么卖力了 他们怎么还那么无情 谁啊 就是读者啊 他们在我的小说下面留言 熟悉的是垃圾 你还笑 我真的挺同情你的 不过我也挺同情那些读者的 他们还能看得下去 姐 你还帮着他们笑我 不是 我是跟你说真的 其实你这么长时间了 学练什么不好 要不干脆你去学学做饭吧 你要真学会做饭 我妈和金波会更爱你的 我要是学会做饭 妈还不能天天逼我做 要不干脆你出去找个工作吧 年纪轻轻的总待在家里 很快就会跟社会脱节呢 也是 有个好消息 最近金波写作突飞猛进的 前两天有编辑打电话跟他说 要跟他签约呢 真的 真的 这小子还真不错 那正好 你让他一个人写就行了 有道理 说完我的说说你的呗 妈那么不赞成你跟我无所谓 那你真的不见他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有没有考虑过 那个李尚 这种事情是能将就的吗 打个比方 如果就有一个像李尚这样的人 和金波同时追你 那你选谁 当然金波了 那还用想 对啊 所以既然我的认定了无所谓 我怎么还会 换着要跟李尚交往呢 懂了 有点账是吧 对 酸账这就对了 像你这种情况 我估计再扎个两三次肯定就好了 花花 你怎么来了 你忙着呢 我来是和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和咱那些知情朋友啊 已经商量好了 准备去东南亚玩一圈 叫我去 太好了 但是我这一摊子事呢 我哪走得了啊 花花 不是我说你啊 你呀 大半辈子 在家里围着孩子转 你该留点时间给自己 好好享受享受了 对不对 放松一下嘛 别总把自己 关在这个小地方 去外面看看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美意 我考虑一下吧 那好 我等你答复 好 费用你别担心 我全都帮你出 那 那可不行 我要去的话 我就自己出钱 你要出钱 我就不去 你这脾气啊 还真这么倦 那好 你那份你自己出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什么 这两个人要出去旅游 还出国 这 这 这孤男寡女的 这路上 谁说得好出什么事啊 爸 不 你听我说啊 要是有一个男的 单身的 约你出去旅游 那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你千万记住了 你说你们也是的 你就由着你妈这么来啊 不止是李叔叔和我妈 还有十几个人一块去呢 你担心什么呀 什么 还 还十几个人 我跟你说吧 这就是那姓李的掩人耳目 掩耳盗铃 披着羊皮子狼 疼一泡蛋 吃不着葡萄的狐狸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糖衣炮蛋 再说 我妈那性格你不知道啊 就算李叔叔是狼 那我妈能生日人宰割的羊吗 其实啊 他们要去你就得让他们去 我跟你说 想要两个人闹不愉快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出去旅行 你想啊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什么问题都要解决 一个问题没解决好 两人闹矛盾了 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 人一回来 和平分手了 对吧 说得挺轻跳的 不行 我 我还是得找你妈谈谈 你可别去找她 这会儿她把你给轰出来 怎么了 她现在心情不好啊 前些日子 我倒听金波说过几句 是不是就因为 拒绝了你的那个男的呀 是啊 死活不同意 不过我也无所谓了 反正人家 也没说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金啊 嗯 说实话 你要说 爸愿意让你嫁给一个 带着孩子的 离过婚的 在北京还租房住的男人 那你爸的心也太大了 不过 感情这个事 旁人也不好说什么 要我妈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起码让我自己选择 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还想明白一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 还是得跟自己的知心人过 你 你 再怎么着 你就是磕磕碰碰的 那也是好的 好 我觉得咱俩啊 现在就像是 追爱联盟 您追我妈 我追她 追爱联盟 好 这个好 像吗 像像像像 老公 咱们开个网店吧 开什么网店 网店不挣钱 挣钱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月好几万呢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不是 那你开网店 你能卖什么呀 就买这个 内衣 图片倒是挺好看的 不过我跟你说 像这种贴身的衣服 谁在网上买 万一买到 假冒伪略的产品 过敏了怎么办呀 不会买的人可多着呢 哎你看这个 一个月就好几百单呢 而且我有朋友 货源真有便宜 怎么样 行你想做你就做吧 你就开个试试 真的 嗯 你同意了 当然同意 只要我老婆开心 怎么样这不行 哎呦老公 哎呀呀呀呀 真好 那 拿了吧 干嘛呀 启动资金一万块 哪有钱呀 你没有 可以问咱妈借吗 妈 哎哎哎先生先生 哎呀 麻烦麻烦一下 这附近有一个这个 花枝孝开的中医推推推 这纳馆在哪儿啊 巧了 这就是 哟 好了 您是 我们是老乡使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这个聚会 我们才联系上 好 您是 我 我是新员工 还没报到呢 好 欢迎光临 您请 请 好好好 好 手 手放下 哎呀 你说话手还掌着刀呢 能听好吗 那万一给你 这么多天背不下那点玩意儿 都干嘛呢 智庆 吴常规 老同学啊 哎呀老同学 你今天怎么来了呀 真是稀客啊 稀客 能不能找这儿 哎呀 哎呀 你还这是干什么呀 哎呀你不是年轻人了 能追出干嘛呀 你这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花 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反正瞎买 喜欢喜欢 我发现你这店儿不错啊 还行 嗯 就是天天人太多了 顾客营门 都是冲着我的手艺来的 哎呀 艺术高龙 哎呀谢谢谢谢 是这样啊 就是咱们上次聚会以后 哎呀我就一直到今天呢 我就一个好觉没睡过 你为什么没睡觉啊 不是就是 你说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能像年轻人似的 谈恋爱啊三年五年以后 再卖就不应的殿堂 你咱 咱好奇 你这什么意思我 我 我没明白 这我今天很正式来 向你求婚了啊 什么 你干嘛呢 赶 赶紧去干活去 快快 求婚好 求婚好 好 好好谢谢 常 常规 你说什么你向我求婚 是啊 我觉得我现在条件挺好的了 你看啊 我 我现在我这个也有工作 有工资我独身一个人 儿子结婚已经出去过了 这还有这个呢 坐下拿的体检表 你看这日期 我跟你说啊 我除了血脂高点以外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 身体棒棒的 你说现在这求婚了 动不动就那个体检表 不过看着真的都挺正常的 那个 常规 真有意思 你妹把你家那存折 卡都带了呀 真来 金卡 是啊 这里老多钱了吧 还行 还行 老吴啊 真是 这太感动了 你先拿着啊 我跟你说啊 首先呢我特别感动 你看你带着鲜花卡 还有体检表啊 来 但是呢 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这一言难尽呢 我呢 有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的前夫 贪了 贪了 不是 是这样的 他那个作风好 我们的第三者 每两天就贪了 贪了人家就把他甩了 你觉得多可恋 你觉得贪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大便小便的 全都在床上 你说 我前夫是我孩子的爸呀 你说我这么善良的人 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是吧 所以说现在呢 我等你说就整个脱油瓶 我 我就我就 我天天我得错误他呀 所以常规你说我哪能 你说这种情况 我得把他带上 就在跟你去呢 是 是吧 是吧 你 你这种情况是吧 就是是吧 你肯定怎么不早说呢 你早说我就 对不起 老师儿 退缩了 那对不住 我上来来来 我上我上 你上去 华大夫 我 我一直仰慕暗恋你 几十年来啊 对 对 听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我跟你生生世世 永永遥远 地老天荒 海猴石烂 你们家人我全四楼 就 就包括你的摊子老公 我给他养老送中 这是 这是那个我 我 我这是员工 你 你怎么样 你要不行我去今儿来 我什么员工啊 你不是追求者吗 对 他又是一个追求者 对 我去一直追到这儿来吧 对 那个陈贵 你什么聊着 聊着 好好聊 聊聊 陈贵 谢谢你 拜拜啊 什么玩意儿 谁贪了 谁贪了 你啊 我什么是贪了我 你贪了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是一种精神上的贪塌 不是肉体上的 其实这种贪塌更可怕 一个人 一个形象 咔嚓 挡一下 好好好 你那是围贪 追你老头 怎么能不能脑子 脑栽了都 不是老头 还有三多的呢 哪是老头 你这这样出来的太早了也 他这样的我们就给打发走了 这样的 这岁数我都不要 不说你了 就我 我手机里边多了 追求我 你让我别打了 走吧 千万别套住了 我求求你 我可以想象你长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真的 是吗 不是这样那样的 别对我看 我跟你讲 不是胖的 就是丑的就是老的 他千万别跟我看 哪儿呀 我受刺激我受不了 哪儿哪儿呀 行行行 不刺激你 你跟我实话实说 除了那个姓李的 你还有几个老头 我一想起 大人 你都可以 我天 二来个吧 真 太烦人了一天 就他就嘴的门了 花枝翘 我 我不撑着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跟那个姓李的 上什么旅游去 东南亚 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 我跟你说 我们都设计好了 金票都买了 我跟你讲去哪儿 哪儿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罗斯 不是不是 我就是去东南亚吧 我不去 东南亚有什么意思 谁都能去地儿 我不累去 不行 那更不行了 跟你都没关系 咋没关系 老李人家不行门 你带我去哪儿 我必须跟着打 更不行了 我别人还不行 不是你别 我带你去行吗 不是 你说你个哑巴到外边 带你个好使 我怕你吃灰上当 我知道你现在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就是你的报应 你知道吗 我再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多少跟你都不一样的兴致 你是说在婚内 你就在那儿作风不好 你是出轨 我呢 我跟你离婚之后 那再有多少 他这都是正好防卫 你知道吗 这就是 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 你就听我了 真的千万不能跟他去 不然的话 后悔来不及了 咱们俩也没有 不可交迫的矛盾呢 是不是啊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 你不就说不想让我出国吗 对呀 还受刺激 我不告诉你爸 我肯定去 好 爸爸 金娜妈妈什么时候来 童童 金娜阿姨有事来不了了 可是她答应我的 我们还拉过沟 是不是那个奶奶不让她来 不是 金娜阿姨真的有事 爸爸陪你去不就行了吗 可是老师说要爸爸去 爸爸妈妈一起去 我给老师打过电话了 老师说啊 可以让童童 只带爸爸一个人去 嗯 好吧 嗯 你看 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走 金娜妈妈 童童 你怎么来了 啊 不欢迎吗 我 我只是有点意外 我答应过童童 我们拉过勾的 起来吧 嗯 嗯 走吧 走 高兴吗 嗯 借两件 我 我觉得尝的还行 尝的都挺好看的 怎么啦 花儿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这不你打电话让我出来逛街呢吗 你怎么回事啊 不你觉得你哪儿心思都没有啊 问你什么也都是好啊好啊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 你干嘛呀你啊 讨厌 你整天大大咧咧那个样 怎么觉得你像个小女生啊 谁受不了你 怎么了 哎 是不是为老李和老金 是正愁呢 怕啥呀 咱这桃花运这么旺 还 还愁这个吗 这不太旺了才愁呢 我跟你说了吧 老李 弄了一帮人出国旅游 我特想去 你说这些年吧 老金啊 当牛做马 什么都没有享受过 我根本就没享受过生活 这认识老李之后我才知道了 人家能过的什么日子 什么华尔兹 什么什么高尔夫 现在又出国旅游 哎呀我太想去了你知道 干啥呀 去呀 本来我是那么想 但是老金 昨天来找我来了 没看那小样呢 你没看那小样呢 求我 不想让我去 怕受刺激呗 早干嘛去了 管找我他 哎 你说就出去旅游这么一圈 一群人能怎么着啊 你还能跟老李这一下子 就怎么着了 他真是事多奇了一天 是 你不能怎么着 但我这人不最大的特点 就是心软吗 你瞅他那样 我就心一下子就 你知道吧 话 挺住 我要是你 我就去 这一大圈下来多爽啊 再说了前灯休闲了 多好啊老李 老李那人多好啊 再小点吧 谢谢俊男妈妈 谢谢俊男妈妈 彤彤 跑慢点啊别摔了啊 我要把外回去给你看看我的奖牌 好了好了 不跑了 你看爸他开心的 谢谢你今天能来 彤彤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这是我跟童童的约定 本来也应该来的 上次我妈那么吓胡闹 不好意思啊 对了 阿姨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妈没问题了 就是不想上医院 一直吃药 你妈误会我们 要不我去跟她解释一下 不用 她还误会让她误会吧 再说 这也不算是什么误会 靳大 我们 靳大 那就 我要你们拉我飞一下 好 飞 一二三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一二三 走 快点吧 我都有点饿了 还真是 干吗呀 那不清淡啊 是啊 那男的 那男的 无所谓 真是 干吗呀你 我叫周太曼我 大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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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胆太大了 回去好了 问问 问问怎么回事再说 你别激动行不行 先吃饭 先吃饭 吃饭吃 吃饭别去 乖 雅 你辛苦了啊 那你不帮我干 呦 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干吗去了 啊 单位 组织爬山 爬山去了 啊 哎呀 累坏了吧 这大热的天 是啊 你这出了一身的汗 我先去洗个澡嘛 撒谎都不带脸红的 你觉得不用撒谎了 我看哪脸红的呀 你就经常撒谎 不是 我 那你这真错了 我从来不撒谎 我有什么事 直接就跟您说 是 要说什么事啊 你知道啊 真有事跟您说 妈 我跟你说 好说才说 我终于把朱莉亚给说通了 晚上不在家里写小说了 上班去了 在哪上班啊 怎么突然想通了 你说说那工作还不做 每个月收入最起码过乱 干什么的呀 晚上卖东西 网上 行了吧 我虽然不懂网 但是那网上都是骗人的事 那真的不骗人我跟你说 这个卖东西真的挺好的 行 你怎么还干嘛 我不管 我跟你讲我现在呢 这没工夫考虑你俩的事 你跟他看金屋去吧 不是我 这事还没说完呢 那你说 我说你必须得有 明天启动资金想问你 借 借一点 跟我要钱 对 我没有 要干自己就弄钱 不是你随便扎几针 不是就有了吗 我那是随便扎几针呢 我那都是辛苦钱 是辛苦钱 我不能让你们跟我败家 知道吗 妈 绝对不可能 我跟你说我给你写一合同 我给你保证绝对是 立竿见影 保证挣钱 哪有绝对的事啊 另外一个你们就爱干嘛干嘛去 只要有事干就行 我跟你讲现在没空 我满脑子都是官司 你赶紧进屋去吧 你这是风险头子 你必须得让我 可去吧别再烦我了 让我自己静会儿快点 行 那等你心情好的时候 等等 你帮我扔一下啊 走了 看来我真得行动了 老公 咱妈不借钱 你要不问咱姐 咱爸试试 想那别想要跟你说 我跟我妈都是都用二十多年啊 她的脾气我摸得太头了 这会儿呢 她肯定跟我爸还有我姐 都已经打完招呼了 让她千万不要上我们的当 是我们的骗子 不好意思 什么 骗 对啊 朱丽亚 朱丽亚 我怎么是骗子 我从来不骗人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在我妈眼里 绝对是一个天底下 最大的骗子 我到底骗什么了我 她宝贝啊我 这么好的一件东西被你给骗走 你说你是不是个骗子 去死 好好说 那你说现在上哪弄钱吗 老公 我朋友货都准备好了 又差资金到位了 好吧 尊敬了老婆大人 您现在呢 又可以躺了下 盖好杯子睡觉 其他事情呢 想不着帮你全弄做完 好嘞 阿姨 您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耽误你上班吧 就几句话 不耽误 要不到家里喝杯水 那不用了 来 来 阿姨 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坐下吧 坐下说 哎 这个 小吴啊 上次从你们家里出来啊 阿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爱情到底是什么 想了几天 我也没有想明白 但是有一件事是越来越清晰了 就是爱情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很多关系的总和 它裹挟着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内容 阿姨 您想说什么 我明白 我知道 金娜是个好姑娘 以我现在的条件 我配不上她 是 这点你倒是说对了 我们娜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关键是她特别地善良 她看到你这种情况 她肯定是出于一种同情心 她想帮助你们 另外她也非常的爱孩子 说实在的 金娜已经三十了 阿姨特别希望她尽快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能够尽快地结婚 能够尽快地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们真像你说的也没有什么 那就最好了 假如真的有什么想法的话 阿姨希望就此打住 也希望你能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 阿姨 我也是当父亲的人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那我就谢谢你了 谢谢你对我们金娜的帮助和关照 我也衷心地祝福你 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那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不耽误你了啊 再见 发起 好不难 真开心啊 对 你干嘛 有事啊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我都不想听 你听一个吗 求你 好消息 好消息呢 就是 有一个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了 你说什么 有一个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了 不 你干嘛是 不不 这消息是太吓人 你再给我说一遍 有一个出版社呀 要出版我的小说了 你的书 你别做梦的吧 你不相信哪 不信 白纸黑字 怎么样 没骗你吧 我谁啊 啊 我是你花枝翘的儿子 我能差到哪去啊 主编再怎么样也不会瞎眼 拿着自己的钱 就这么多是不是 我儿子 嗯 对不起 这原来 妈确实没看中你这两把刷子 你这这真的人要出你的书啊 当然是 你看我就说嘛 我儿子是谁 要什么时候那个书呢 给妈 这就是坏消息 怎么 你给我一万块钱 给 你一万块钱干嘛呀 不是 是这样的啊 出版社说呢 要出版我的书 但是我得先交一个保证金 一万块钱 他们给咱们出书 咱们交他钱 嗯 你肯定受骗了呀 那可不可能 这是外行 这个文化圈的事呢 您是一点都不懂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交这一万块钱的保证金给他 说明我的小说一定要让他来出版 他们就怕 那个我不怕 行啦 那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你妈这么聪明 就是说 咱那个小说 他害怕你给别的出版社 就因为我的小说写得好吗 那别的公司来抢了 把我挖走了 他们不是亏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给他 好疼啊真是 那这一万块钱嘛 给他 到时候咱就回了几百万 努力就是有结果的 没错 儿子 我就没看错你 走 走 妈给你拿一万块钱 哎呀你是不是傻呀 部门啊 怎么了老公 我这心里蛮瘦 我说我特对不起我妈 我不应该骗她 你 你是没见着我妈 听说我要出书以后 那个高兴奖 是从我懂世纪到现在 第一次看她这么高兴 她要是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是蒙她的 她该有多难受啊 嗯 你别这样我 你就当这钱是问咱妈借的 有钱了一定还给她 而且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一定会让她骄傲的 一定会让她骄傲的 小李啊 哎 花姐 这可以齐针了 好嘞 金大妈妈 哎呀 你 您今天怎么 来吧 请坐吧 请坐吧 嗯 这点心仪您收下 您现在身体好歹了没有 好多了 你看那天多亏了你把我送回家 这个啊一定得收下 上次的事呢 换了谁都会那么做的 举手之劳 吴妈妈 我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啊 我喜欢直来直去 什么事咱们开门见山 你今天来 说实在的 我挺喜欢金大姑娘的 她人又好又稳重 一看就是家教挺好的 就要养 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 但是 如果说到这个事啊 对不起了 我就三个字 我不同意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再谈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说实在的 我们家现在几个条件 是不太好 但是我相信我儿子的能力 他一定能够东山再起的 他肯定会给金大姑娘 带来幸福的 妈 不说了不说了 咱们都是当妈妈的人 我是肯定不能同意这门婚事 请你理解 好吧 那个你你就 没什么事你就回去 金大姑娘 俗话说 宁拆十座妙不拆一桩婚 我真的看得出来 我儿子跟你女儿 真的是真心相爱呀 咱们当父母的 总应该支持吧 您说呢 支持不了 这个请您原谅了 真的支持不了 妈妈 那个没什么事 我这还忙着呢 那您就走吧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我绝对不能收 真的没 没 不不 我真的不能收你的东西 拿走 拿走 这个是 咱们不送了 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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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看 不工不收录 拿回去 拿回去啊 您回去呢 也好好休养 好好休息 你看这 那您就应该是 再见 再见 我这次的想法是 我们专门为爱冒险的年轻人 设计两条旅游线路 我现在初步的想法是 自驾游 我们可以 联合汽车品牌 一起做活动 这么大一个旅游项目 公司就我们这么几个人 消化不了啊 我支持吴老师 我觉得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首先我觉得第一年处 我们公司没有这么多人手 就觉得这第一年处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一下电话 喂 在忙吗 还好 找回事吗 我给阿姨买了个血压剂 我觉得挺好的 平时你给她聊来血压 也挺方便的 吉娜 我们以后 还是少联系吧 是不是我妈 找你说了点什么 没有 是我自己想明白了 我不能再耽误你了 我们这样 也没什么借口 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 那各种各样的客户都是有的 那各种各样的客户都是有的 咱们将下四十几个人 你去管家的事情 万一有事不想到尝试吗 万一有事不想到尝试吗 万一有事不想到 杜老师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学会生变了 杜老师 您要不 您先回去收拾一下 没事 没事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自驾油啊 嗯 嗯 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 其中资金太高了 好 金娜 嗯 来 看一下这个病例 嗯 这个病人回头你就是他的主治医生了啊 好 你怎么了 ,看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心情不好 没有吧 没有 是不是为那个无所谓啊 你怎么知道 前两天我跟你妈在商场里 看见你们仨了 你跟那个无所谓和她儿子 我一看你妈的眼神我就知道 这准是有情况 我妈怎么没跟我说啊 怎么可能呢 那天我要是不拦着她 直接就窜到你们对面去了 你还不知道你妈那脾气 那还不跟你闹啊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没什么 谢谢你啊主任 要不是您拦着我妈 那那天真不知道我妈会闹出什么事来 金娜 我得劝劝你啊 这感情上的事啊 你自己可得想好了 千万不能冲动 啊 我的性格您还不了解 我是想好了才会去做的 行 你想好了就好 你要跟你妈那儿 需要再勾兑勾兑什么的 我可以帮你 好 好好看看 好 回来了 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热饭去 妈 我不饿 妈 您是不是去找无所谓了 找了 怎么着 她跟你说的 她没跟我说 怎么就跟她说什么 我就跟她说 离我女儿远点 我把事实道理都跟她讲清楚了 我告诉你娜娜 我知道这样做 也不是特别的什么 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跟我说医院组织登山 哪有这回事啊 你要是不骗我 我也不能去找她 还有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必须悬崖勒马 再往前走 前面就是大火坑 就算是大火坑 我也愿意往下停 有气我 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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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